那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选哪一个整体来说CP值会比较高 阿贝我来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BAY阿贝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两个重点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到29章之后 阿贝就在神秘商店遇到了这个T2的刻印石 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29章才会出现 因为他可能28章27章就有了 过只是阿贝脸黑没有遇到 那以他这个出现的几率来说的话 我觉得你在24章之21之后 会有机会在这个商店遇到T2的刻印石 有看到的话是可以先买的 蛮推荐可以先买的 先去买主力的刻印石 然后去把它上到一个T2 那尽量是买那些加攻击的就好了 不要去买加防御的 加防御的话就可以先省起来 等到之后你的影罗都市 有双倍的活动 然后看到的话再买 张整体这个CP值啊会便宜非常的多 好再来呢我们来去带大家看一下龙光赏金令的部分 他现在好像可以自选你要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奖励了 那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选哪一个整体来说CP值会比较高 那这边呢阿贝已经有算过一共是有24箱 24箱的话我们来算一下 我们把它算成8折好了 8折的话一箱差不多价值80赚 乘以24的话等于说可以获得到差不多1920赚的一个道具 好再来呢我们来去看一下克金的部分 那么这边总奖励是一共可以获得到109箱 109乘以80然后再加上5500除以830 OK只有17倍反例 好非常非常的烂 除非你是追求进度啦 不然的话非常非常的不划算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幅石的部分 这边的话如果你没有克金一共是可以获得到62颗的增幅石 那一颗价值差不多40赚乘以40哦 所以是价值2480赚 好像看起来比这个自选箱CP值还要高 对不对 不过阿贝还是会比较推荐来选这个 为什么 因为这个的话它整体来说是比较难获得的 因为它通常在商店在这个神秘商店出现的话 都是20箱而已 都是20箱 那出现这个的话就直接给你60颗 所以说通常这个是不会太缺的 通常我们都是缺这个自选箱的部分 那么阿贝现在讲的20箱啊 60颗主要是说这个神秘商店double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有活动的一个情况下 好再来我们来算一下这个增幅石的部分 这边一共有274颗然后乘以60 不对乘以40 差点乘错 再加上550转 5500转 然后除以830 所以这边的反例一共是19倍 不过整体来说也不会缺 不太会去缺这个道具 所以说也不见一刻 再来这个初始新物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整体来说获得的量也还好 那我们就不讨论了 毕竟说我们在这个竞技场争霸箱里面 就可以开到很多 最后呢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突破石的部分 在这边的话我们一共是可以拿到4125颗的突破石 然后加上210个小时的这个挂机突破石 那这边的话210个小时乘以现在阿贝 一小时可以获得到47颗 210乘以47 然后再加上4125 诶4125吗 差不多啊 所以说这边一共呢 就可以拿到将近14000颗的突破石 诶 等于说2000赚 对不对 2000赚拿到14000颗的这个突破石 我觉得整体来说 最划算就是选突破石了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来下一个结论 如果你是已经突破等级的玩家 已经用不太到这个突破石了吗 那么你就可以来选这个增幅石自选箱 那如果是还没有突破的玩家 那么就比较推荐来选突破石了 好那阿贝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希望啊 对你会有帮助 如果其他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板提问 感谢各位收看我是阿贝我们 下集再见 拜拜 还有哪边有人 等一下 怎么怎么这个有点 走位力有点厉害啊 诶 我射到前面的那个是不是 啊等下那自己人啊 乃乖想说明明都已经打到了 阿贝在雷啊